就真的很想要找一點不如家庭這樣 所以就想說就好就生下來 就是他讓我重新去認識這個生命 然後我會覺得他 他有會給我一些力量吧 就是會想要再繼續努力 其實這些青少女懷孕當事人的生活 跟我們大眾的母親其實是一樣的 他們在經歷的孩子的照顧上很辛苦 在經歷的生活上很不方便 然後在經歷的那些情感上 還是受傷的那種心疼 然後為了生活去奔波的那個歷程 其實都是一樣的 我覺得小媽媽對我來講是很溫馨的 是很充滿愛的 其實是非常積極的一群人 所以在我的進度以下看到的就是這樣的狀態 我是一個盡責的媽媽 未來我希望可以成為一個 讓孩子有安全感 天天都想回家黏著媽媽的媽媽 agrad笑 當然 麻煩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